有时候还真是搞不懂这些作死老外们 为啥成天没事就爱玩命折腾自己 买了一大盘的螃蟹 然后不配戴任何防护措施躺进泳池中 紧急着就把螃蟹倒在身上 饿得个神呐 用螃蟹泡澡实在是牛 可刚开始还没一会儿 小伙就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因为小螃蟹很有眼力见的夹到了2D 甚至还有小伙作死进到辣椒酱中泡澡的 泡的还不够还要在里面潜水 非要把自己整得狼狈不堪 这回辣得够呛吧 但你认为惨痛的经历就能让他们收手 如果这样那就不是作死小伙了 在浴缸中把西瓜里的果肉全挖出来 准备开始一场盛大的西瓜泡澡 为了赶时间朋友们都来帮忙了 挖着挖着朋友直接捡起浴缸里的西瓜 就吃了起来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 真爱真是不嫌弃啊 捣鼓了一会儿后浴缸就被西瓜填满了 接下来小伙就各种的造作 泡澡潜水游泳等等 甚至还和朋友一起共浴 玩累了就在浴缸中填饱肚子 个人觉得这小伙不是在玩泡澡挑战 而是在玩毁吃系列呀 这让我以后如何面对西瓜